这是一场变态至极的杀人游戏 十几个人在房间内围成一个圈 他们手持左轮手枪 把枪对准面前人脑袋 随着灯泡亮起 翻机一身扣响 有人脑将横飞命丧当场 有人大口喘气侥幸逃生 这就是著名的俄罗斯轮盘赌 但与普通玩家不同 这场赌博中的所有玩家 都是被富人逼迫的社会边缘人 而最后幸存下来的家伙将获得近百万美金 事情得从三年前说起 男主小萨是一个落魄的电工学徒 由于电工证没考出 他只好打着非法零工养家糊口 偏偏这时附近出了事故 为了支付昂贵的手术费 他和家人把房子都抵押了 这天在给一个同样生活困难的屋主家修电路时 他意外听到屋主接了份能赚钱的大火 小萨内心一动 谁知下一秒 屋主居然因吸毒过量死了 等到警察在楼下路口供食 小萨按捺不住赚大钱的内心 他不断翻找屋主房间 找到了一封神秘信件 上面说只要参加一场游戏 就有机会获得近百万美金 小萨想也没想 便按信件上的指示 来到森林里的一处小屋 屋里的人一看到小萨 二话不说就让他把衣服脱掉 理由是要搜身 为了防止有监听设备 他还敲掉小萨皮鞋的后跟 小萨心里直犯嘀咕 感觉自己走进了狼窝 随后他被送到了一处庄园豪宅 两个有钱人进来一看到他 脸色顿时大变 小萨知道坏事了 他连忙解释 因为之前的屋主凉了 自己是来顶替他参加游戏的 虽然有钱人虽然不爽 但对方还是告诉小萨 必须参赛 如果不同意 有钱人便会就地杀了他 一场绝命的俄罗斯轮盘赌 即将开始 作为参赛者中最没经验的选手 小萨紧张得大汉直冒 在裁判催命般的指令下 所有选手都往弹夹内 装入一枚子弹 然而小萨连弹夹都不会开 一名工作人员看不过去 直接上手教小萨如何填子弹 在小萨身上吓住的有钱人 表情便秘 这次看来是要血亏了 随后裁判发出指令 所有人把枪对准天花板 在裁判的口号下 玩命转动弹夹 然后他们把枪口 对准前一个人后脑勺 裁判让所有人眼睛盯着灯泡 表示只要灯泡一亮 所有人就开枪 一瞬间现场大乱 有人脑袋被爆头 有人侥幸存活 有钱人中有人欢呼 也有人痛心疾首 可此时裁判忽然大喊起来 原来因为太过害怕 小萨刚才没有开枪 一名工作人员直接上来 用枪顶住小萨头 小萨内心煎熬 他一咬牙扣下扳机 空弹 对面嫌手下的直接喊了出来 小萨整个人魂也快没了 他彻底贪软下来 强烈抗议要离开 然而冷漠的有钱人 依旧不理他 第二轮比赛开始 为了增加比赛刺激性 这一次 所有人往弹夹内填入两枚子弹 随着灯泡亮起 小萨身后的人被一枪爆头 圆圈中有人像草芥般倒下 工作人员上前检查后 说小萨非常幸运 因为他身后的人已经转到子弹 只是还没开枪就被爆头了 小萨因此才能捡回一命 第三轮比赛即将开始 经过前两轮的洗礼 小萨已经没那么慌张 但随着人数减少 和弹夹内子弹数的增加 场内的氛围紧张到令人窒息 一名选手慌到精神错乱 被人按在床上 详行打镇定计 还有一名选手直接战斗站不起来 选择坐在椅子上玩 以给自己鼓劲 猛然间灯泡亮起 卡达声和砰砰声交错响起 小萨又中了一记空弹 他呼出一口气 再次侥幸存活 经过三轮变态的俄罗斯轮盘赌 游戏中的十几条人命 只剩下五条 根据有钱人制定的规则 剩下五人的庄家开始抽签 抽中白球的三人 直接拿小钱走人 抽中黑球的两人 则进行最后的豪赌对决 而这一把小萨中了黑球 他将面临最后的裁决 他呼吸急促起来 听天由命 而对手还在不厌其烦的挑枪 很快时间到了 两人面对面站在一起 开始疯狂转动弹夹 最后两人双双 把枪顶住对方脑门 小萨恶狠狠的盯着对方 对方也冷漠的看着他 忽然灯泡亮起 两声清脆的咔哒 皆为空弹 两人大口喘气 肾上腺素已经快要从体内溢出来 裁判当即下令 把弹夹内子弹增加到四颗 稍作休息后 两人再次进行对决 一阵令人恐怖的宁静后 小萨活下来了 他成了最后赢家 庄家开心的不行 他们把小萨领进房间 在抽成之后 给了小萨185万美金 小萨拿到钱后 连招呼都没打 头也不回的就跑出庄园 他实在不敢再跟这帮 丧心病狂的人久待了 他来到了邮局 赶紧把手上的钱寄到家里 接着他用钱给家人买好 平时想买却买不起的礼物 坐着火车往家里赶去 但此时一个戴礼帽的男人 神秘出现 原来他就是被小萨 杀死对手的庄家 森哥 因为输了一大笔钱 他内心现在非常不爽 并且被小萨杀死的人 还是他的弟弟 掏出枪就冲小萨连射三发 小萨倒在血泊中 森哥抢了他的包就跑走 小萨趁森哥发现包里没钱之前 赶紧把邮局的凭证 吞到肚子里 这样一来 森哥就不知道钱的去向了 而另一边的森哥 还不知情地拎着根本没钱的包 消失在了茫茫白雪中 这可真是一部让人警戒 远离赌读真爱生命的电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十三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